十三,東方日報 有人追兇有人拒救慘劇進言人性善惡 2015年7月12日兩岸A26,兩岸組記者深圳報導 深圳龍江報吉一名莊姓男子作神家中引爆煤氣後 遲都在賽市場追斬途人慘劇出目驚心 從熱空家中自備制服的小項約五百米路清 由斬人至備制服後的十多分鐘期間 有熱心市民手持鐵棒,聯同保安英勇七空 也有途人途進市場管理處所門保命 有輿論坦然,殺那間見盡人性光輝與醜惡 何女士指,丈夫當時協助追捕兇徒 本部深圳傳真,吳以為為族人斬人 當地一家麵包店東主何女士對本部記者表示 事發時一片混亂,多人肉血倒地 其丈夫楊先生誤以為發生為族人斬人事件 便跑到店內取出鐵棒挺身保護家庭 並協助保安追捕 令清潔宮雷先生則指當時 莊某原邪波迫近賽市場二層 為阻止莊某繼續前進 他便把清潔車橫放在邪波上 成功迫使莊某走進被捕小行 並在市民及保安合力下被制服 另有商者透露 事發時蔡市場人多劑逼 獄逃走卻被人群倒死 且多奸商戶民訊後隨即關門拒咎 當他逃到市場管理署門口時 卻發現大門已上鎖 事後管理署的楊主任解釋 由於事發時十多名市民湧入管理署並關上大門 連帶自己與其他打算到管理署拿取工具的保安 亦無從進入